大家好我是蕭曹月 今天呢要帶大家來搶先體驗 跑跑卡丁車飄移第三次的封測 萬眾矚目眾所期待 從2016年2017年就放出消息 到2022年尾終於呢 已經在事前預約了 然後就是封測時間呢 是9月1號早上9點到9月6號的晚上9點 那這一次呢 我最驚訝的點呢是 這款跑跑卡丁車飄移呢 它是PC、XBOX跟PS4還有手機同時可以遊玩的一款遊戲 所以就是多平台可以連線對戰 但我目前呢 因為iOS的這個測試已經滿了 希望我有機會可以拿到 用手機來玩這款遊戲試試看 那PC的話目前看起來是不限明的 只要下載Neson的登錄器 申請一個Google認真一下信箱 就可以直接遊玩 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進入到遊戲的一個部分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次呢有多了哪些跟上次不一樣的新東西呢 在一開始進來有時候呢 會有一個比較冗長的新手介紹的一個部分 然後這兩個駕照考完呢 接近要一個小時左右 再超過一些 然後它多了一些新的駕照關卡 像是這個 法夾彎道行駛 我們就直接進來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它還有一個教學 讓你去看一下 我們就直接來跑一下 個人認為算是對新手蠻友善的啦 就是這一次的封測 多了很多更新手像的一個部分 但是對於有玩過 本身有玩過跑跑卡鈴車的觀眾朋友們 可能就不會太陌生 基本上 都跟上一次的封測差不多 手感方面我也覺得差不多 然後地圖的話還有新增 等下也會一一帶大家來導覽一下 像這種關卡的話 基本上應該是很多觀眾都是 就是已經相當熟悉了 我覺得類似陳真的手指 但是 弧度會比較小一點 彎道的弧度練習大概在150度左右 好 下一part 剛剛的是B1的一個 駕照嘛 L3駕照我還沒考 B1的話呢 是 多了很多 例如說 有這種下坡的直角練習 這個我也覺得是不錯的 我們也進來帶大家看一下 快速通過閘門並行駛 然後會有猩猩數 你通過的時候會有分數 然後外票的話 跑出去這個閘門外的話 就沒有猩猩了 然後這一次的駕照考試啊 我覺得 猩猩的取得上面有比之前 再讓我覺得簡單一點 然後 現在跑起來啊 手感還是有了 比較大的不一樣的 在於 締造的一個手感 就是他銜接下一票的時候 他會 卡票 這個可能 要習慣一下 他可能是本來就是這樣設計 整體用起來的話 所有的技巧都跟 之前都可以用 用完成 就是 我覺得很有趣的 新的駕照可以 去做練習 然後看一下L3的一個部分 L3的部分的話 這個也是之前就有 可以參考一下 之前的一個影片 然後 我們直接來對戰看看吧 L3的最後一關 對戰這個部分 是跑這張地圖叫做什麼 地圖 出的時候我 我已經退友了 不是不退友 不是比較少玩 不要少玩 大概 一兩年會玩一次的程度 然後 就多了很多 甩尾加分數的這種 加星星 所以你只要一直 一直點小飄的話 他就可以 把那個星星數累積起來 然後拿到三星 然後畫面的部分呢 呃 跟 上一次是 不會差距太大了 都一樣漂亮 主要的話 我還是覺得在那個 多平台的一個優化 這就是令我最 最訝異的這部分 飄 我們就 先來把 張地圖給破完 然後 車速的話 大家會覺得 有些許的慢 這台是 舒適 C1 只比練習車 再強一點點的 那台舒適 C1 可是 有一點蠻令我 壓抑的點是他的改裝呢 他是可以把 車子改強的 在 錄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是 早上大概 10點吧 10點多 現在是10點半的一個時間 9點開 然後我就烤了一個半小時的駕照 是真的蠻長的 然後烤完之後呢 我就 嘗試的去升級了一下他的 那個 改裝 車子的改裝 不是改一個 15 1010嗎 之類的 的那個改裝 啊 啊 炸開 等一下 出點意外 這個也是我覺得 算最大的改變 我們這邊拿了 132個星星 好 這樣就拿到三線了 完成 然後在主畫面這裡呢 一樣有著 計票 算去完成一些任務 拿到獎勵 那這個獎勵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我等一下要提到的 這個改裝 這些是 基本的一個任務 來了 車庫的一個部分 在車輛選擇這裡啊 更換車輛 可以看到 我的合金呢 已經是紫框的英雄車了 這個舒適呢 是一般的 那這個速度其實差非常非常多 我們裝備上去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升級 升級之後呢你可以看到 在畫面上的左上角這裡 有一個一般升到高級呢 按G 可以升級 它會扣240的盧死比 升級率是100 那升上去之後呢 它會變成綠狂車 變成高級之後 一路升 會變成50%的機率 升到稀有 然後再50%的機率 升到英雄 最後傳說呢 是25%的一個機率 然後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升的時候呢 我連續失敗了4次 害我不敢按了 我想說錄影一下再升 來了 拜託成功 OK 失敗了 然後再升級 拜託成功 OK成功 它變傳說車了 我為台傳說的C1合金 然後就獲得了很多齒輪 然後這個的話它沒有告訴我是 齒輪從製造的多少錢 OMG要1萬9千2 先不要我現在錢不夠 好我們就先升它 它可以改到 161010 這個競速我目前也不是很清楚它的功用 我們就改平均好了 我們改88010 套用 它有一個競速加速 加速器加速跟加速器時間 我們就先套用上去 這是我覺得這次改版差異最大的一個東西 接著呢我們就用最經典的這個賽道 城鎮高速公路的技術賽來給大家體驗一下 我們先用剛剛沒有改過的這台 舒適C1 稍微的跑一下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車的C1車的一個速度 我們先起步一樣 用一個兩個段位 起步的一個推進器時間跟氣量 然後速度等等 大概車速就在大概 2001左右 然後這個集抽完之後 還沒抽完氣就沒了 大家體驗一下 稍微看一下車速之後呢 我們直接見證奇蹟的時刻來了 我們直接換成合金C1 這台世界截然不同 我們改上去之後呢 這台合金C1 直接晉升了 可以看到它的 起步推進器時間 跟它一開始的這個集氣量 跟它的 氮氣時長 推進器的一個長度 不要拉慘 它直接可以拖起來了 車速是大幅提升 OK 這個系量 非常的舒服 這一次 我覺得這一次 應該是差異最大的一個地方 玩起來的話 就會非常非常接近 大家現在認知的這個版本 哇 天啊 而且比我剛剛玩的時候快非常非常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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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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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視覺感其實很寬敞 因為賽道寬敞的關係 那個要重新做一下那個飄逸的手感 玩起來的話這個車速其實 非常非常舒適啦 然後這個熟悉的操作 這個熟悉操作如果按太快的話好像 車子會出現一些 奇怪的扭動 再一個單拖 承行到 超醜 這不是我想要呈現的 沒事我們直接走吧實戰 這個配對呢它可以一二四人 然後可以取消AI也可以有AI 然後我們就直接配對進去 走吧這邊AI是暗的一個狀態 沒事AI的話也還行 OK我們這邊配到的是 哇賽 滑雪場 上次沒有滑雪場對不對 這也是我第一次跑到滑雪場 它這次有多了 這個很多的一個經典賽道 例如說 沙漠 沙漠雪場功能好像之前有 多了森林法夾彎 跟這張賽道可以玩 哇好漂亮喔天哪 天哪 這一個畫面 進入到中間的 那個冰柱 這個熟悉最討厭的冰柱 還是存在 大部分玩家 大部分玩家 心目中的一個夢魘 小時候那一根 喔 撞到現在 十多年了 到現在它還沒有被撞斷 欸欸等一下 然後再來是 樹林區 我們走一個 走一個 跳起來看看 哇 跳起來很平穩 等一下等一下 就是 有點失控 剛剛那個就是有點 製造有點失控的感覺 OK 蛤?喔喔 嚇我跳 我想說 沒有進去 天哪好懷念喔 當初 最早之前 還有一個 在 C1 E2 的那個時期的時候 還有一個 冰山滑雪場 的 計時 計時賽的 一個比賽 我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這個是 公購的 機桿啊 當初這個圖 也是刷了很久 最早最早之前的一個 計時比賽 欸欸欸欸 喔喔喔喔喔 OK老了 大家不用在意我的操作 主要是看一下這個畫面 太美了 目不轉睛啦 沒辦法失誤啦 再 再 扭一下 樹的位置 應該是一樣 但是樹有點太 太漂亮了 重現 哇2分23秒 然後我們把 AI關掉 AI的話在 競速這裡 它有一個 AI對戰 按按的話我們把它按掉 細節選項 這裡 這樣就不會配到AI了吧 喔喔喔喔喔喔喔 都真人 我們這邊 來了 城鎮高速公路 那這個車的話 已經有很多人都改滿了 有很多人改得爆裂 有人沒改 沒改的話基本上 車速真的會慢很多 來了 已經有人在扭頭了 這場 肯定不能落殺的吧 欸 這個雙噴 然後急抽 然後再拖 排氣 怕轉藍 再點小飄 放一顆起來 好我們現在是 二打二打二打二的模式 好爆氣了 氮氣時間長很多啊 我們再扭一顆起來好了 雙藍 呃 幫幫 好可以我自己扭 喔他一樣可以換換紅 那我們換紅開 好這裡再單拖 好斷胎了 走個人行道 吃完的話我們就直接直走吧 然後你們想要玩的話 想要體驗這次的封測的話 到9月6號嘛 9月6號的話 呃 PC版的話是 應該是沒有限制名額啦 就是直接宰了就可以玩了 也歡迎大家可以 一起來體驗這個遊戲 因為畢竟封測的話 多一點人體驗 游玩體驗也會比較好 也可以看一下這個遊戲有沒有 需要 修改的地方會不會有什麼bug可以提交的 就直接 在 Google直接搜尋 跑跑海音車飄移 應該就可以直接找到了 應該就可以直接找到了 或者是上他們的 Facebook粉專 好 最後再一個 360 OK 好醜 好 那麼以上就是今天的 呃 開服2小時試玩 之後呢也會 開實況跟大家一起來 呃 同樂這個遊戲 或者是介紹更多 這次更新的一些新地圖 呃 森林法夾彎之類的圖 我們就下一期再見 掰掰